《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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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願意戴口罩 我們不得不去戴的時候 我寧可去選一個比較喜歡的方式 我覺得面罩可以變成一個類似於 背襟或者壓舌帽那樣 是具有功能性之外的特性的一個新的配飾 《手術》 我是王志君,來自北京的設計師 在10年前我推出了廣告圈 開始集中精力去做我自己的球鞋 從2013年開始,我注意到每次我夜跑的時候 我會看到路燈下有一些不確定的那些顆粒在漂浮 它對人的呼吸道會有很大危害 因為我自己從小就比較敏腔,呼吸道比較敏感 發現幾乎沒有一個特別好的口罩 它特別適合我的臉 所以我希望有沒有一種可能 就是我自己為自己做一個口罩 因為我家裡有很多我收藏的鞋 有跑鞋,有籃球鞋 製作每一個面罩的前提就是這個鞋必須是新的 我從2014年到現在大概製作了接近80個面罩 街上走的時候,可能會有人會回頭看 因為沒有見過戴這種面罩的人 幾年前我看到的人戴的都是白色的面罩 黃色的這部分是鞋墊 因為鞋墊的它的韌度,還有它的柔軟度 會比較適合鼻子這個部位 在裡面我可以去設計了一個類似於一個卡槽 我可以把我自己定制的一個綠層插到裡面 所以它就可以防護這部分面積的呼吸的空氣 這雙鞋其實是比較特別的一雙 它是比較經典的一款鞋 因為它有36年一個歷史 因為它和我是童年 它是用了兩層材料 表面一層,類似於中國的這種傳統絲綢的材料 必須要花很長的時間去剝離很多很多那種細節的部分 像這個IKEA的面罩就是一個特例 因為我那一段時間經常去IKEA 所以我就想,這個那麼耐用的那麼耐磨的袋子 我能不能把它變成一個時尚的元素 現在其實現狀是一種很無奈的狀態 人們必須去佩戴面罩、佩戴口罩去保護自己 我希望他們看到我的面罩的時候 可以去想一些關於他們生活中的一些細節 比如說他們為什麼要戴面罩 是不是他們可以通過他們自己的日常行為 可以改變這個現狀 以後都可以不去戴面罩 我覺得如果冬天的話 因為考慮到保溫的話 可能會買那種綿緻的 就稍微好看一點 如果說像春秋季的話 就是那種3M的那種 就普通的那種應用的口罩就行了 希望的樣子多一些 或者負責中、老年、兒童會好 樣子多一點 對人有好處 小女孩有那樣的 有的現在不時候網上傳那種的 戴黑色口罩 瘦下巴那種的 我看好多都是沒有霧霾天 他戴那個裝飾性知識的 差不多 這一次我是因為和James Harder 和Adidas有合作 為他去訂製他的全新的簽名鞋 去創作新的口罩 可能會用到他日後的一些比賽的熱身 這些他個人的一些需求上 我給孫上龍有一個創作 就是他在倫敦的一個展覽 他希望用我的面罩作為開場 之後他佩戴的一個裝置藝術 當我接受到MOMA的邀請去把我的其中一個面罩展示給他們的受眾的時候 我發現可能確實口罩可以代表20世紀末 或者是21世紀初 包括中國 甚至說一個全球的一個問題 就是環境污染 我更希望它變成一個藝術品 是5枚給了我這個機會 把握住了一個2014年那個時間段 我受益於這個過程 但是反過頭來,我再去看 我寧可沒有這個過程 是因為我並不喜歡霧霾 它切實地去影響到了現在中國人的這個生活質量 我覺得給巴黎民眾的一個建議就是 更加保護自己的環境 然後從自己做起